接下來的話我們先來看一下簡報的部分這邊有一些書裡面有一些比較重要的部分的話我再做說明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DataSource其實這邊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觀念我剛剛有提過就是說如果你們之前那有寫過ASP或PHP的 程式設計師應該會比較有感覺啦可是你們如果沒寫過的話應該就沒什麼感覺 以前真的很麻煩嘛這個部分的話那因為ASPDataSource的這開發環境真的帶來一個很大的革命以往很麻煩的事情 突然變得非常的簡單 突然變得非常簡單那當然這個工具一出來馬上 舊的工具應該不會有人想要用了 因為開發的時程整個就減少很多了以往程式設計師要花很多時間要debug而且寫一堆之後 發現那怎麼就好了 那當然呢你會發現 所以現在ASP的案子應該沒有人沒有人在用ASP在在寫 寫那個web了 因為有這種東西幹嘛還用ASP 除非說是有舊的案子像一些早期 還有在run的那些他可能做維護 然後他還不能夠冒然的把那個網站 拿掉的話 還是存在 所以你們 應該會用到一些網站 你看你只要看 後面的網址是點ASP 那就是舊的網站 那一定會比較low 因為他美工啊各方面都會很low 可是 只要新的的話都一定是ASP X 這也就是之後為什麼幾乎都是用這個工具 那其他當然還有java或者是php JSP PHP 但是 這方面當然有 可是他的開發工具還是沒有像那個ASP那麼強 所以順便講一下 那這DataSource他帶來什麼樣的革命 其實大家看一下 我剛剛講過說 以往你要寫很多程式的 他就是透過 圖形化介面讓你用選的 那一下子就解決這些問題 也就是說以往要寫程式的部分 現在都不用寫了 只是說呢 設計師的角色就變成說 他 即使不用寫但是 他就不想要寫的 他就已經好了